如果能够留在你身边 直播 王号Tony Chen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陆续进来 今天是元月份 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台中 现在这个时候天气比较暖和了 我们各位贵宾 听说呢 六日是要最冷的 这波寒流又来了 寒流英文怎么讲呢 Cold Spell 哇 在这边我们看到 红卫星 谢谢 红卫星刚才来订了一箱 他说太好吃了 一口接一口吃 对啊 其实呢我们吃东西 老师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我昨天 没有呢 这个直播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哇 因为昨天我没有直播一定有个大事情 我才会没直播 哦 因为 因为 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大事情 因为 我是这个 超紧张的 然后的话 这个 啊 就想给自己休息一天 有没有人知道 唐妮卓昨天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没有直播 我昨天休息一天啊 哦 其实有时候有些事哦 我就不好在公开场合讲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私生活 哦 我去吃饼干 所以没有直播哦 哎 不是 也不是发烧 发烧就小事了啊 哎呀 红卫星 发烧 发烧 我不会因为我发烧 我就没直播 不会的 一定是很大的事 而且 我昨天要休息一天哦 我呢 这个 有提早预告 今天礼拜三嘛 昨天礼拜二 我礼拜一就有预告了 哦 因为昨天有一件大事 在我身上 哦 所以我 我想给 昨天一个 一个 临近下来 哦 来 哦 不要让妹妹担心哦 哦 谢谢啦 洪卫星 洪卫星 谢谢你 其实啊 我们这个人啊 说真的人啊 年纪慢慢大 都会生病 哦 其实我们智慧啦 洪卫星啦 你们都比老师年纪轻啦 哦 哦 也不是相亲啦 相亲就好事了 相亲 相亲就给相亲直播了 哦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唐天下老师现在得了一个病有没有 我得这个病啊 这个 有钱啊 医也医不好 目前的话 新医是没有办法医啊 其实你们没有办法了解 就一个人得一个病啊 啊这个病的话呢 医生告诉你 他是没办法医的 你要知道 那个 那个 精神的话是压力很大的 哦 对 洪卫星说 是什么结结的 对 老师得了一个病叫甲状腺结结 那这甲状腺结结呢 在西医哦 他是没有办法医的哦 他唯一的就是动手术 这样子 哦 那我个人呢 对这个西医的这个 这个动手术哦 Operation 我个人是认为 能够不要开刀 就不要开刀啦 哦 我个人是 对这个刀啊 我比较害怕了 我自己心里就比较害怕 那 我这个甲状腺结结哦 是在一年前发现的 有时候我在节目也会跟大家分享嘛 我也在想说 有没有人呢 有没有家人啊 或者你有这个经验得过 甲状腺结结哦 我们也可以分享 那我也很容易来分享 我在这个甲状腺结结哦 我整个过程呢 我的心里的一个一个 一个过程是什么 因为甲状腺结结呢 他想是住台中对不对 然后台中的三家大医院我都去看了 中山 中山 龙总 中国医药大学 三家都有去看 那这个甲状腺结结 第一次呢 第一次呢 是到呢 中山医院去看的 中山医院 那中山医院那时候 也不知道是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 这叫甲状腺结结 就是发现到这个 脖子这边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你们呢 如果在家里可以摸摸看 脖子仰起来这样子 摸摸看 有时候你没有摸也没有觉得 那如果说你们呢 摸到有一块阴影的 那个就叫甲状腺结结 因为我们甲状腺在脖子这个地方 在脖子的两侧 这样了解吗 你们摸摸看 我也是偶尔 那仰起脖子才摸到的 好 那这个第一次呢 就到中山去看 中山呢 他看了就马上跟我说 这个最好能够排开刀啦 那就是把它拿起来 就拿掉就好了 这样子啦 就拿掉 然后呢 哎呦那把我吓坏了 看个医生说叫我要开刀 那个中山的医生也蛮内心的 他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排刀 他要帮我排 哎呦那个 对开刀这两次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事情 对医生来讲可能是小事 好像打一只蚊子一样 对我来讲是像杀一头牛 所以呢 我就这个 在中山 我就没有开 那我就到龙总 然后呢 我就到这个中国医药大学 那我开始去了解 什么叫甲状腺结结 这个甲状腺结结呢 它是属于内分泌科的 那我就去挂了龙总 也挂了中国医药大学 那中国医药大学呢 我看的呢 我看的是这个 张纯堆 张纯堆 这位医生 龙肠章 那个纯的话是 三点水在一个响 那个堆的话是堆积如山的堆 其实这个医生都是人家帮忙推荐介绍 有时候呢 我们没有得那个病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哪个医生啊 比较专业啊 或者是得那个病 要看什么医生 那得那个病之后呢 那就会去找资料嘛 这样子 那龙总我也看 那中国医药大学也看 那中国医药大学呢 这个 他是内分泌科的主任 张纯堆 张主任 说真的 参加老师去看病 医生父师都认识我 医生又父师认识我 那一年前呢 我就去看那个张纯堆 这个你们如果有甲状腺结结 老师告诉你 他的程序就是这样子 要先抽血 检查甲状腺的问题 还要照超音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细针穿刺 那个细针穿刺啊 就是医生拿一根针 在你这个结节 这个硬块这边对不对 把它呢 这个放进去 然后抽那个组织液来检查 那我一年前就做 在中国医药大学 就是做第一次 整个的话是做第三次了 哇哦 这个看病的情况 对不对 老师啊 都有那个固执增计 因为有时候啊 你看哦 这个你们家里的长辈啊 都可以 都可以学唐宁老师这样子 因为啊 说真的 每个医生都很忙啊 那有时候医生啊 跟病人讲的事啊 病人可能回去就忘了 对不对 我也不是金头脑 也不是电脑 那我发觉 现在自己记忆越来越差 所以你看哦 唐宁劝老师啊 我跟大家分享啊 也许今天这个 台湾娃娃桶啊 老师这一段啊 对你们会有帮助 这本呢 是什么 啊 我看病的这个 唐宁劝老师医疗健康资料 我给自己呢 做了一本券夹哦 就是我看病的记录都在里面 你看 每年都有一本小册子 哪一天看什么病 医生讲什么都把它记录起来 这样子以后有个根据嘛 这样子 那我就把 我呢 这个甲状腺节节 在中国医药大学 看了这个张纯堆 医生的情况 其实 你们有没有说 遇到那种到医院去检查 其实检查哦 最紧张的 就是去看报告 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 其实检查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报告嘛 那个报告的话 医生帮我们解读 那个报告是怎么样 哦 那我在中国医药大学呢 我第一次去看报告 是106年7月20号 就是去年7月20号啦 医生跟我说 啊 老师 你这个是绿炮流 哦 那你呢 是2.71 跟2.7公分 哦 那你要不要开刀 哦 这样子 那我就跟张纯堆医生说 我这个 一定要开刀吗 哦 如果能够不开 我是比较怕开刀 然后呢 张纯堆医生就跟我讲说 老师 哦 因为其实呢 我们这个瘤啊 瘤啊 瘤其实大家都知道 瘤有分良性跟恶性的 哦 如果恶性的瘤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癌症 哦 我们口头上呢 讲癌症癌症 其实的话 医学上它叫恶性肿瘤 叫恶性肿瘤啦 哦 然后呢 这个啊 其实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啦 哦 那 医生就跟我说 老师 你这个哦 百分之七十 是良性的啦 百分之三十 是恶性的 哦 你的比例大概三比七啦 哦 张纯堆医生说 如果你不爱开刀哦 那我就帮你追踪 哦 啊如果呢 这个 你的那个 癌症的几率有一半的话 那我就要让你开刀了这样子 好 那当然我要听医生的话嘛 我说好这样子 那 过了半年 哦 老师呢 在第二次 到中国医药大学 还是张纯堆主任帮我看了哦 那因为我昨天去看报告 哦 因为我 半年以后呢 同样的又去抽血 又去做细针穿刺 那昨天我就看报告啦 看报告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呢 我没有主持直播 哦 因为想给自己休息一天 哦 因为我看 看这个报告呢 我的心里是很复杂的 真的我很复杂 哦 我觉得是 给自己讲 哦 如果自己的情况不好 哦 如果是被发现到是癌症的话 那 我可能需要 好好地找一个临近的地方 拼近我的内心啊 我想 我可能没有办法说 还为各位主持节目这样子 所以我想 给自己临近一下 那 昨天呢 啊 我挂了 这个 哦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枕 我们的张纯堆主任呢 他真的很辛苦哦 他呢 从早上看哦 是看到晚上 我大概五点钟啊 就轮到我了 轮到我 然后呢 我进去呢 这个枕间 之前我就祷告上帝 因为 大家知道 汤丽宣老师是相信主耶稣嘛 哦 因为 凡事在人 有所不能 在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那当然 汤丽宣老师也跟上帝 啊 请求赦免我的罪 因为人都有罪啦 很多人呢 不了解哦 基督教这一句话说 四人都犯罪 哦 他们会觉得我又没有犯错 我哪有犯罪啊 这是大家不了解 基督教这个罪的意思 这个基督教这个罪啊 这个罪啊 这个罪叫S i n sin 只要我们有不好的念头 其实它就是罪了 跟我们呢 世间认定的罪 那不一样的 哦 我想 只要你有不好的念头 那就是一个罪 哦 所以说 基督徒要祈求上帝赦免嘛 赦免我们的罪 用色灵洗净我们内心 哦 然后呢就把一切交给上帝 那进去呢 这个张纯堆主任 就跟我说 笑笑跟我说啦 哦 他说啊 哇 老师啊 这个恭喜你啦 你这个情况啊 你现在的这个 啊 流啊 有变小了 他说我现在是2.46 跟2.96啦 他说你有变小了 恭喜你啦 这样子 啊你这个哦 是良性的绿炮流啦 哦 这样 然后呢 我就 当时候呢 我还没有进诊间去看报告 就是三个选择嘛 一个是这个流变小 呃 代表 情况还不错嘛 啊 一个人是维持现状 那一个是肿瘤变大嘛 就是三种了 哦 然后就把它交给上帝 然后的话也感谢上帝啦 啊 感谢大家的祝福 那 老师呢 这个绿炮流啊 是有变小 有变小 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是 继续呢 吃中药 调养身体啦 大概我是这样 所以 也请你们能够体谅我 我现在在做UP直播 哦 基本上如果我一个人 我就做一个小时 有来宾我就做两个小时 那之后就要交给来宾了 哦 主要因为我的身体受不了 哦 身体动不了 那 说真的 得乐爪向线的这一个节节那个绿炮流啊 知道这个病呢 其实 Tasha老师的人生也改观很多 哦 真的 哦 因为真的是身体最重要 我们都知道 一定是的 of course 哦 所以我现在就很随缘就好 哦 我也没有要拼什么UP多少都不必 啊 我告诉自己一个月啊 啊 帮公司做10万UP 能够交差就好 啊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做不到 那我就休息嘛 就离开直播圈 我不工作也没关系 啊 反正 我儿女的话也对我很好啦 大家都知道啊 我没有结婚 但是呢 老师从呢 啊 算起来20年前就开始领养小孩了 啊 只是我的孩子 也不想让他曝光啦 所以我的 儿子女儿对我都还很好 那 我有做事没做事真的是无所谓 啊 只是说啊 自己呢 还有一点社会功能 如果能够做 啊 还有能够做的话 那我就做 啊 没有做也没关系 那一切呢 就交给老天爷 啊 最重要的是 要把身体 够好啦 身体够好健康 啊 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 目前探险老师啊 的这个啊 身体的状况 所以啊 啊 很多世俗的事 对我来讲 我都不爱计较啦 啊 真的不爱计较 很多人说老师 啊你遇到那个 不会生气吗 啊 他怎么样你不在意吗 我说那个都小事 为什么 因为人生嘛 就是这么一趟而已 啊 我们大家能够碰面 其实是个缘分 啊 人与人之间 大家有这个缘 相处愉快 我们就多相处一下 啊 如果没有这个缘 人家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 啊 那我们就点 点投资交就好 啊 这个就不要强求 啊 我大概我的生命哲学是这样子 而且 对他学老师来讲 啊 时间对我才是最宝贵的 啊 因为我们这已经年过半百的人了 啊 每一天啊 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珍贵的 啊 我们都希望每一天 要好好的活着 活得精彩 有一天要闭上眼镜的时候 对不对 会觉得这一生 无怨无悔 啊 这个是我的心理路程 那另外还有跟观众朋友提醒 就是你们吃东西 老师告诉你们啊 现在我们的东西啊 他都会写这个成分 哦 你们去喝饮料什么都有 啊 很多人在吃东西都没有看成分 因为我们呢 这个啊 卫生署规定 你卖的东西一定要写成分 那那个成分呢 老师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看那个成分啊 是一些你们看不懂的东西 那是什么 那个都是化学的东西 你们就不要吃 我们现在要有个观念 就是说 这个观念就是说 吃东西不再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是一个心境 你如果心里对不对 是平静的 是喜悦的 其实呢 吃什么东西都好吃 你的身体病痛啊 不开心啊 山山海味 你也是食之无味 老师要提醒各位 因为啊 我们人啊 现在为什么癌症那么多 我就觉得这个世代变得好可怕 啊 在我爷爷奶奶那一代啊 根本很少听到癌症 我爸爸那一代啊 因为我自己的父亲 就是大肠癌往生的 我父亲那一代就开始癌症 听到很多了 啊 我们这一代更可怕 现在说去统计 四个人就有一个得癌症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人体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癌细胞 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的人体都有癌细胞 啊 啊 你好 郭老师你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生病的一个心理路程啊 其实我们的人体都有癌细胞 只是说你现在啊 这个抵抗力还行 或是他癌细胞还没有那么多 还没有爆发出来 啊 所以你一定要维持你自己身体的健康 让你身体的癌细胞不会爆发出来 这样知道吗 哦 如果身体的癌细胞爆发出来 那得癌了 再大的钱也没有用 像我今天就看了风飞飞嘛 风飞飞的报道 风飞飞呢 她死于肺腺癌 五十九岁啦 五十九岁 那风飞飞死于肺腺癌 五十九岁 那她再多的钱也没用啊 像郭台铭你们知道吗 郭台铭的弟弟也是死于癌症 为什么郭台铭呢 捐了那么多钱给台大 哦 在做呢癌症的研究 这样你们了解吗 哦 在做癌症的研究 主要就是因为郭台铭的弟弟 他呢 虽然富甲天下 但他看到他的弟弟 也因为癌症 再多的钱也救不回 哦 所以呢 我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 然后的话 路边摊尽量不要去吃 应该这样讲了哦 这个吃的东西呢 化学的东西不要吃 其实这个癌这个东西 它不是干不干净哦 那个志伟老师讲给你听 不干净是吃了拉肚子就好了 那拉肚子还没关系啊 拉肚子不会拉死掉啊 对不对 那个癌这个东西啊 它呢都是让我们的细胞突变 那为什么会让细胞突变呢 因为我们接触太多化学的东西 这些化学的东西哦 它不是马上 它是慢慢的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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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呢 你们所有化学的东西都不要吃了 那说老师什么是化学的 我告诉你 那个不是天然的就是化学 所有的果冻 所有的你们呢 在超商买的饮料 哦 啊那个都不要去吃 你了解吗 它不是 它不是 原来不是草莓 它不是真的草莓弄的嘛 那它就是化学的东西嘛 什么冰棒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你们知道 人家那一杯柳 一杯柳橙汁啊 像我只喝那个原汁哦 那柳橙汁 饮料就不要喝 我就不喝饮料的 各位喝白开水就好 因为那个是化学的 你去想嘛 我喝一 我买一本柳橙汁就五十块了 你们要买那么一大罐的 对不对 你一大罐的 你那个它不是化学条的 那是什么 那不要喝 像喜宴有没有 喜宴有没有柳橙汁 喜宴那个柳橙汁那也都是化学条的 都不要喝 哦 喝水就好了 其实水才是最好的饮料了 大家都忘了 哦 那其他你们现在很流行啊 到那个什么 所有的饮料店去买那个饮料 那都不要喝了 对啊 那个对身体没有好处 哦 因为 唐利向老师是一个生病的人啊 那也谢谢你们那么爱我 我真的是语重心肠的提醒各位 真的 那我在这边也谢谢 你们对我病情的关心 那到目前呢 我这个是良性的 绿泡流 哦 那我除了吃中药 调养身体 哦 那这个也谢谢 我们呢 中国医药大学 这个内分臂科 张纯堆 张主任对我的细心 哦 也带给我这个好消息 我目前诊断是属于良性的 哦 绿泡流 那我就每半年 啊 回去呢 这个啊 追踪 然后呢 这个就用中药来调养我的身体 哦 这个是我 今天在节目当中 啊 跟大家 报告 为什么Tunition老师 昨天没有直播 哦 原因就在这里 谢谢 也谢谢 啊 很多朋友 关心Tunition老师的身体健康 哦 谢谢 我们互相勉励啦 啊 互相勉励 像我昨天也去买个磅秤了 哦 我跟张经理说 我们互相勉励 哦 然后呢 体重呢 要控制一下 啊 不要给自己过重了 哦 不要自己身体重 因为身体重 哦 就有高血压 或有糖尿病 哦 这些就 就会过来 慢性病就慢慢来了 哦 所以的话 人的身体真的是 要好好照顾啦 你没有特别照顾啊 就不行 哦 像我的经纪人有没有 哇 我们沈玉琳啊 沈老板也很辛苦嘛 结婚了嘛 认真赚钱哦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沈老板也胖好多哦 一个胖的人 这边就有双下巴 真的胖好多 所以人不运动不行哦 好不好 要多运动 谢谢 来 听手好听的歌 《香香灰》 一百个月 北凡农的悠歌 就你月桥就真山山队 你猛暗的道 天气 或就是跟他一起唱歌 拍照 你猛暗的夜猛 你光暗的是一位 灯火通过去 你灯火的代备 帥就你的手就紧想想跪 你安安彩你再比跃 尹安門回 熱鬧加碗 咱地湯奉千歪 酒的口中愛的人 千里酒過 我美麗麟 十流浪 多千人 竟然被套藏 玉霜咱人 黑馬歇 尚早就来一分开 小眼努定 看清明明 帮你的 看我就来 有情爱 地闻就关看 看有你的 酒精相相鬼 民优党的心情 五好借一立 腳踏逆 用情依淡皂胃 看結果你的唱就整相相跪 一甲甘有一劈掉 雲根縈葉 連東河距 難典蘭東千歸 一位好人来的人 全面有位我离宝 寻了忘了多情人 今兵被套藏 用手段的世界 上天路面看 今地面看 帮你几天我照来 用起来 替我表关怀 看 到你的笑 酒精香香味 你帮你心情 看 到你的笑 酒精香香味 你帮你心情 你帮你心情香香味 你暗暗 陪你心肥肺 你暗暗 陪你回 你暗 陪你暗 风 千 回 酒的朋友 爱的人 真千里叫回我离宝 吃牛包 看 做情人 今兵被套藏 用手段的世界 上天路面看 今地面 放你一天 多久了 用起来 去温柔关怀 好 Stupid 谢谢 唐云乡老师 就像你 幸福这段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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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 大家就知道呢 唐云乡老师呢 最近呢 热情也是真心的 正式的代言 爱丽丝手工杏仁饼 那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呢 刚才老师有讲过 为什么我会帮她代言 因为呢 我很爱吃她的东西 因为她的东西呢 是天然 而且营养 而且又健康 因为我爱吃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老师的话也知道 她本身呢 这个原料 这个都很简单 她纯天然的 她呢 里面的话就是杏仁 面粉 然后鸡蛋 奶油 然后呢 蔬糖 跟盐 好 这个是爱丽丝手工杏仁饼 来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的话呢 完全是手工的 这个老板也是我的好朋友 My good friend 我刚刚跟她讲 她跟我说 她做事很有良心 我说对呀 因为你的东西 都没有乱加东西 那哈 食品啊 乱加些化学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 我说你都没有乱加啦 她这杏仁哦 就是杏仁 不是用那个什么粉啊 或是化学的 去调那个味道的 我们这个饼干哦 很香 刚才呢 红卫星才说 老师 我原于 2月5号来台中 你还帮我留一箱 我说好 因为的话 她只提供10箱 大概我们只剩下5箱而已啦 因为这一两天哦 很多好朋友都订一箱 一箱的订 然后呢 我这个不能再网路公布啦 网路公布的话 破坏人家行情 就是她只提供10箱 对不对 来各位观众 你们听好 本来呢 我们这手工性能饼干 对不对 一瓶都是台币200 一箱是12瓶 算起来是多少 一瓶台币200 一箱12瓶 是不是2400 对不对 是不是2400 好 大家听好咯 为了庆祝汤丁确老师 正式代言 爱丽丝手工性能饼 现在一箱 我们 好 雅霍谢谢你 你要两箱 谢谢你 这个你再用LINE 跟老师说 8253TC 谢谢 来 就是 我们现在呢 一箱 只要台币 1800 台币1800呢 你除一下 相当呢 一贯变成台币150 我们呢 这个 小黄上 他也订了三箱 因为大家在订 很快啦 很快就没有了 那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是不是以后订都是这个价格 没办法 因为呢 这个是庆祝呢 汤丁确老师呢 代言手工性能饼 所以呢 店家只提供10箱 我大概只剩下五箱而已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 你们跟汤丁确老师说 然后的话呢 这个刚好配合春节呢 他有搭配这个礼盒包 这礼盒包呢 你们看一下 我们一个礼盒 对不对 我们一个礼盒 咬过你要全包啊 全包不好啦 你两箱就好了 因为我希望让不同的观众朋友能够有这样的狐狸 你订两箱就好 不要全包 因为也不多 谢谢你的好意啦 那个 他是三个 一个礼盒 所以呢 每一箱 我们会放四个礼盒 带给你 这样大家有看到吗 世杰 杨子勤 康复城 吴一娇 你们好 是 就是春节 送礼 最好的选择 健康 营养 又好吃 而且也不贵 这个都是小钱 大家能力上都做得到 如果呢 你们呢 有需要的话 这个特惠价 真的 我们呢 这十箱没有就绝对没有了 我想 长期在看汤立宣老师节目的朋友 手工性能品 这个 一箱十二罐 一罐两百两千四 这是统一价格 现在变成一千八 真的完全 不可能有这种价格 大家以前买的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庆祝 唐立宣老师 正式代言我们的爱丽丝 手工性能品 来 大家告诉大家 有需要的朋友 然后呢 再赶快跟老师订了 因为没有就没有了 让你们知道 唐立宣老师呢 我在推荐东西 我是这样子了 我推荐东西 我告诉我自己 这个东西 如果我自己都不敢吃 或者是我不爱吃的 我绝对不会推荐 你再多钱给我 我都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认可的东西 我怎么推荐给观众朋友 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你自己都不敢吃 那你叫人家吃 这是不对的 好 嗨你好 需要为你服务吗 嗨你好 喂 来 是哪一位贵宾 打给老师呢 我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再拨回去看看 有时候我按这个手机 不是很会按 所以我爸晓得 有时候就没声音 好像是他在站线 那这样就没办法 看他会不会再拨过来 老师的手机 0952-322-008 在节目当中呢 汤林轩老师会亲自帮你们服务 0952-322-008 如果有需要服务什么 也可以热情的告诉汤林轩老师 好 来 我们下一首歌呢 来听这一首 我好喜欢听这一首 嗯 那是什么歌 嗯 这个 好 先听这条好啊 七情台西港 先来听这条 私情台西港 代表我要来撒红包 先预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庆祝汤林轩老师拿到红包 所以代表呢 我们要来撒红包 还没有进到阿婆的贵宾 啊 赶快进来咯 好不好 我们七情台西港 之后呢 我们来抢红包 啊 因为汤林轩老师呢 这个也得到一个大红包啦 所以 要跟大家分享 七情台西港 哇 我那个七啊 不会打 有时候我那个哈 注音的话 不是那么厉害 七情台西港 台西港 来 我看看 可以吗 七情台西港 来 终于找到了 大家来欣赏这条歌 来 七情台西港之后 我们要来撒红包 哇 我们要看到五位再进来 我们要看到五位 新进来的贵宾 我们才撒红包 海银婆老 我们要看到五位再进来的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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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汤米县老师 当然阿佩好朋友 我们期间打水杠之后呢 汤米县老师要来撒红包 也请大家陆续的进来 大家告诉大家 谢谢 谢谢 请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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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应该也不少钱了 还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那他可能会遇到些什么困难 那他是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困难的 那他自己的2018年 新的一年他有什么新的期许 他想要告诉社会大众什么事情 我觉得像这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 对不对 一定呢要来我们的节目 台湾万花筒 然后呢老师来问 我们才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 是一个有深度的节目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学习 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个新闻事件 然后就文鸡起舞了 就跟着随风起舞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让当事人来讲一讲 他为什么这么做 那你个人再去做评论 再去做你的看法 如果你连知道为什么坏 你都不知道 你就在那边评论 其实这是有失公正 这个是我们2月2号 3点到5点 台湾万花筒特别节目 这个我们的大奶酥小逼 会来台湾小事的节目现场 再请大家告诉大家 再来会池 我们的会池 其实呢我们UP的贵宾呢 很多人都很支持会池 很多朋友都问我说 Tony Chan老师 什么时候你可以再请会池 再来 要请会池 来台中也不容易 因为人家会池 是住领口 那2月4号礼拜日 我们台中的 这一个非常 好的地方 专门呢在卖呢 东南亚的蔬食 叫做热浪岛 大家有没有去过热浪岛吃饭 他们高雄市 2月初也要开幕了 你们知不知道 热浪岛 热浪岛呢 这个 的 这个总监 慧如 是老师呢 多年前的学生 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这世界很小了 热浪岛 这次呢 2月4号呢 礼拜日 热浪岛热情的提供 场地 要来做公益活动 然后我们会池呢 会在热浪岛 跟大家碰面 时间呢 我们定呢 礼拜天早上11点 应该到下午呢 2点半 应该是这个时间 11点到2点半 我们会迟回来台中热浪岛 来呢 这个义曼千眼菩提子 大家知道千眼菩提子呢 是释迦牟尼佛呢 他呢 成道前呢 跟我们的承诺 千眼菩提子 老师手上拿着这一尊 他是将来呢 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快速通关 那这千眼菩提子呢 他本身可以当钥匙圈 可以当背包的挂件 这是千眼菩提子 千眼菩提子 这个 对 2月4号 对 谢谢我们呢 志伟已经帮我们打出来了 但是台中的热浪岛 台中热浪岛 非常好 那 我们会迟呢 这一支再来台中呢 2月4号 就是要呢 义卖呢 我们的千眼菩提子 那千眼菩提子 统一的 这个统一呢 一尊呢 就是台币三千 不是三千 三百元啊 我讲三千元把人家吓坏了 台币三百 那热浪岛呢 会再送呢 他们呢 招牌点 这个 甜点一份 哦 这热浪岛额外再加码 送他们的招牌甜点一份 那 我们呢 这个UP的贵宾 你们也可以透过呢 UP直播 来购买 哦 怎么购买呢 因为我们的台币是三百 对不对 台币三百 U币几百 台币三百 U币就是六百 哦 就是 呃 二月四号 礼拜日 哦 惠池呢 在呢 热浪岛 期间 台币小时会开UP直播 那你们现场如果送出呢 六百 U币给惠池 同样的 哦 可以买呢 惠池呢 卖的这个千元菩提子 哦 来 谢谢 谢谢 哦 这个是 哇 这个是我们惠池 哦 会只要义卖的哦 大家告诉大家 好 这叫千元菩提子 好 UP UP的贵宾 哇 老师 手工仙人饼干怎么订购啊 订购的很简单啊 你用类跟老师说嘛 那我就用邮局代售货架寄过去 哦 我们呢 一箱 就台币一千八 一箱台币一千八 有十二瓶 会附上四个礼带 离合带啦 哦 所以我们宁验制如果有需要 你就 用类告诉汤立宣老师 那费用的话 你就给油拆就好 哦 我们呢 十箱也快被订完了啦 哦 所以如果要订的话 动作要快 尤其的话 这一次的话 手工性能饼 主要是呢 哦 这个功赫 汤立宣老师 哦 正式帮我们爱丽丝手工性能饼代言 哦 所以呢 才有这样的特惠的价格 哦 算是跟大家结缘 那也是我们农历年要来了 哦 算作一份礼物哦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呢 把好吃的 健康营养的 手工性能饼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样您验制知道吗 其实您验制蛮值得跟爸爸妈妈讲的 哦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因为 这个春节呢 爸爸妈妈也要买那个伴手礼啦 哦 那我觉得有些伴手礼 他们都是化学的 其实不太好 哦 因为化学的东西哦 我们吃的对身体是不健康的 要了解吗 但是呢 汤先生老师推荐的爱丽丝手工性能饼 哦 我们是纯手工 哦 我们经得起考验 而且我们的食材 哦 上面都标示的很清楚 哦 那你很健康的 来吃好吃的东西 而且又很便宜 我们这边都有安全钮扣有没有 哦 真空包装 有没有看到 哦 这个的话 让我们所有的贵宾知道 好 那刚才 Tanisha老师有讲嘛 对不对 哇 我们有看到超过五位 新进的贵宾 好 那我们up来抢红包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来 来抢红包 哦 来先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要给大家抢红包呢 因为我刚才有讲 我得了一个大红包 那什么大红包呢 你们知道吗 因为呢 Tanisha老师啊 是up签约的主播 我们在元月份呢 我们公司啊 up公司啊 他呢 有给我们主播 一万元的奖金红包 啊 只要呢 这个达到三个目标 达到三个目标 啊 就给我们一万元的奖金红包了啊 那这三个目标是哪三点呢 第一点 一月份要播超过一百个小时 啊 这个我已经达到了 啊 我已经超过一百个小时了 第二 这个ub呢 要收到超过三万 我一月份呢 超过了十一万 所以这个我也达到了 第三呢 要连续 做呢 我们up直播 最少要做二十天 哦 那我这个月只修一天 所以呢 三十一天 我做了三十天 我也达到了 哦 所以呢 这三个条件 老师都达到了 那应该可以领到公司的 这个一万元 哦 我们农历新年红包 所以我现在呢 就先来送红包给大家好不好 哇 我目前还有9149 我有9149 来 我先来送 一百块的 代表再送五百块的 来 我来送一百块的 开始 收到跟老师讲咯 哇 我我收到 我自己收到9块 所以9块 会跑到我那是吗 哇 我收到9块 Mister收到4块 林燕姿收到19块 哇 这个 黑黑2块 求过任务 求过任务啊 求过任务 你收多少 你抢到多少 哇 大家都有抢到 对不对 哇 都有抢到 谢谢啦 谢谢 哇 还有没有人抢到 抢到告诉老师 你抢到多少 好不好 我刚才送出的哦 哦哦哦 那个 郭苏欣老师 你要多抢一点 哇 好不好 啊 这个 谢谢老子 不思遗憾进来 哦 谢谢 谢谢 我们郭苏欣老师 哇 郭老师有抢到17U啊 你 你那边可以知道啊 你那边可以知道 哇 哇 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真的啊 哦 我不会看呢 好 刚才那个是100的 然后来 我再来发一个 这个来发一点 大一点的好不好 来发500的 我来发500的 好 这个来发500 500里面可以抢很多 再来是发500的 来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也谢谢啦 你们的关心 哇 500的500我再抢到10块 啊 我500都抢到10块了 你们呢 你们抢多少 这个500的呢 500的红包呢 哇 工程师抢到11 谢谢 嘿 你抢到4啊 哎 可是500的那么多 我我我我刚才发的是500的 红包呢 郭主席抢到13 应该有很多人抢嘛 求郭任务抢到7 小鱼你抢到2 哎 我发的是500的呢 哎还有很多 哎那如果没有人抢是怎么样 啊 领不完会退回去的 什么叫领不完 为什么会领不完 我不知道要懂 哎 雅过抢到16 哎 我觉得好像是发500的 你们应该会抢的比较多啊 对不对 来我我来看看哦 我不知道会再退回来 是什么意思哦 我现在生8568 对啊 8568 本来是9146 8568 对啊 我我发了600了 我我我现在发了600出去了 我发了600 哇 应该有的人 有的人没有告诉我要抢到了 哦 因为刚才拍的是500 如果能够留在你身边 直播 王号Tony Chen 请大家告诉大家 喂 你做些什么 啊 我之间 你怎么看 你能够得到 她是那个 你怎么看 你那样 那样 我能够留在你身边 如果能够留在你身边 请大家告诉大家 我能够留在你身边 请大家订阅 谢谢大家陆续进来 今天是元月份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台中现在这个时候天气比较软活了 我们各位贵宾 听说六日是要最冷的 这波寒牛又来了 寒牛英文怎么讲呢 Cold Spell 哇在这边我们看到 洪卫星 谢谢 洪卫星刚才来订了一箱 他说太好吃了 一口接一口吃 对啊 其实我们吃东西 老师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我昨天 没有呢 这个直播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因为昨天我没有直播 我没有直播一定有个大事情 我才会没直播 因为 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大事情 因为我是这个超紧张的 然后的话 这个就想给自己休息一天 有没有人知道 湯内卷昨天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没有直播 我昨天休息一天啊 其实有时候有些事 我就不好在公开场合讲 因为每个人都有私生活 我去吃饼干 所以没有直播 也不是发烧 发烧就小事了 哎呀洪卫星 发烧发烧 我不会因为我发烧 我就没直播 不会的 一定是很 我真的开心 今天是1月31号 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哪个节目吗 张小伟你好 伊莎贝拉 X2K任务 谢谢你们 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 是 湯内卷老师 每天中午12点 UP独家直播 台湾弯花洞 一个小时节目 又接近尾声了 要跟大家道声午安 谢谢 如果你喜爱 湯内卷老师节目的话呢 记得 我们今天晚上八点钟 同样UP 湯内卷教英语 大家再见咯 谢谢你们 午安 拜拜